8月17号凌晨,在广西北海市上海路徐屋南路口,路面突然发生坍塌。 几十秒后,一男子骑电动车路过此处,又因玩手机没有注意前方道路,结果连人带车摔入坑中,索性没有受伤。 当时,坍塌点对向车道有一辆自来水公司检修管道的货车经过,车上两人见状后下车拿出警戒标志将事发路段封闭,并指引过往车辆绕行。 8月17号凌晨,在广西北海市上海路徐屋南路口,路面突然发生坍塌。 几十秒后,一男子骑电动车路过此处,又因玩手机没有注意前方道路,结果连人带车摔入坑中,索性没有受伤。 当时,坍塌点对向车道有一辆自来水公司检修管道的货车经过,车上两人见状后下车拿出警戒标志将事发路段封闭,并指引过往车辆绕行。 8月17号凌晨,在广西北海市上海路徐屋南路口,路面突然发生坍塌。 几十秒后,一男子骑电动车路过此处,又因玩手机没有注意前方道路,结果连人带车摔入坑中,索性没有受伤。 当时,坍塌点对向车道有一辆自来水公司检修管道的货车经过,车上两人见状后下车拿出警戒标志将事发路段封闭,并指引过往车辆绕行。 ,-